新世代上網 極快網速不用課 消限電競 商務工作 網絡延遲 頻譜干擾 通通Out 一網在手 世界我友 新世代上網 就在WiFi 7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上網問題專家Hana 當大家還以為WiFi 6E 是最新的技術的時候 原來不知不覺 WiFi的滯式已經出到WiFi 7 可以更用盡三頻聚合的WiFi 7 跟我們平常常見的WiFi 6E 差別有多大呢 之前有不少朋友inbox我 說他們已經陸續轉用2GB 和2.5GB的寬頻上網 想我幫他們改善上網的體驗 所以今天 我就會用TP-Link 最新支援WiFi 7的DECO BE-850 去其中一位朋友家做實測 看看新制式的WiFi 7表現如何 先簡單跟大家說說WiFi制式的歷史 WiFi 6就是2019年開始普及 主要應用在2.4GHz和5GHz的頻段 各地政府都陸續開放6GHz的頻段 所以上年就出現了應對6GHz的WiFi 6E 未看過的朋友 快點按右上角溫習吧 目前6GHz的頻段都比較少人用 所以干擾都會比較少一些 就算多干擾的情況下 網速都會比較高一些 不過如果不算干擾和160MHz通道的數目 WiFi 6E的最大數據速率 其實跟WiFi 6一樣 都只不過只有9.6GHz 而WiFi 7就是真正新一代WiFi標準 i222制式名稱就是802.11BE WiFi 7同時可以應用到3頻 2.4GHz、5GHz和6GHz 打破了WiFi 6E只是對應6GHz頻段 所以較低頻的2.4GHz和5GHz 都有提升到速度 而且最大單通道頻寬 更由WiFi 6E和6E的160MHz 提升到雙倍的320MHz頻寬 訊號調製方式 亦由以往的1024QAM標準 升級到4096QAM 即是將傳送訊號 由10bit提升到12bit 所以WiFi 7的傳輸數據速度 最高可以達到46Gbps 在WiFi 6E和6E的4.8倍 還有更加低延遲和更加大的網絡容量 以往WiFi 6E只能連接一個頻段 而WiFi 7就有Multi-link operation 多鏈路組合技術 可以令上網裝置同時連接2.4、5GHz和6GHz的頻段 網絡穩定性更加高之餘 還可以整合3個頻段的網速 上網就更加快了 WiFi 7亦可以通過Multi-RU新技術 去取進頻譜資源 不會有限制的頻度 所以傳輸效率更加高 可否講人話 哦 簡單來說 WiFi制式的轉變就像車的種類 WiFi 6E和6E就像平時駕駛的房車一樣 升級到WiFi 7就像駕駛跑車一樣 爆發力提升了不少 而頻寬的高低就像過海隧道的闊度一樣 頻寬由160MHz提升到2倍的320MHz 就像東隧由2條行車線擴闊到4條一樣 多了幾條行車線還要比超跑行 是否又快又爽呢 最誇張的是創新的MLO多年奧組合技術 等於將3條過海隧道合併 還要取消收費庭 傳輸能力和速度當然提升了不少 WiFi 7還最高支援16x16mm無技術 空間流數量比WiFi 6多一倍 可以給更多不同類型的裝置 同時極速上網 TP-Link作為全港首間推出WiFi 7Water產品牌子 距旗下的DECO BE-850 以及BE-65 就是首批獲得OFCA認證的產品 DECO BE-65是三頻Mesh Wi-Fi 7Water 總傳送速度高達11000Mbps 機身有4個2.5GbpsVLAN插頭 完美對應市場上開始普及的2Gbps 同樣是三頻Mesh Wi-Fi 7Water產品 DECO BE-85 還支援高達22000Mbps總傳送速度 機身有1個10GbpsSFP Plus模組插頭 混合10GbpsRJ45 10GbpsVLAN頭 再加1個10GbpsVLAN頭 以及2個2.5Gbps頭 吞吐量更高 更可以支援10Gbps或5Gbps光纖 用途更多元化 其實市面上基本用Snapdragon 8 Gen2的電話 又或者將來推出的Intel Wi-Fi 7 BE-200 無線網絡模組的Laptop 配合本地Firmware更新 就可以連接到Wi-Fi 7 科技日新月異 家裏就算未有支援Wi-Fi 7的裝置 都可以一步到位買定一個Wi-Fi 7 Mesh Wouter 因為Wi-Fi 7 Mesh Wouter之間的Mesh Backhawk 會用上多年路組合3頻Wi-Fi 7 去傳輸2.5G光纖速度到尾房 到時無論新、舊電話或Laptop 都有提升上網速度的體驗 而且不用像以前擔心獨立的Mesh Backhawk頻段速度 衛星上網速度亦可以快些 剛才提到那位轉用2.5G寬頻的朋友 都說想體驗Wi-Fi 7的速度 我就帶了一部TP Lake的DECO BE8 5上去交房 這個三房單位實用面積大約800呎 跟之前去過的單位一樣 都有條長走廊 主人套房就在走廊的盡頭 Router 主機位置在茶几附近 打開櫃就見到整個小型server 屋主本身用另一個品牌Wi-Fi 6E規格的Mesh Router 屋主最近升級了2.5G寬頻 他就覺得Wi-Fi 6E用不進2.5G速度 所以有需要升級的Router 那就對了 我就讓你感受一下Wi-Fi 7 再加2.5G上網的威力 屋主透露 因為屋對著海 樓層又高 電話訊號都收得很差 要靠Voice over Wi-Fi 才聽到電話 所以Wi-Fi訊號真的很重要 主人房的床位和書桌位 是屋的罪角 如果沒有Mesh Wi-Fi的話 基本上是完全上不到網 想在電視看Netflix或YouTube都不行 就算各位多漂亮多chill都沒用 由於大家都想家裡的Wi-Fi收得好些 所以自然就會換了一個訊號較強的Wilder 而鄰居和鄰居之間的Wilder 就好像軍事競賽 旁邊的Wi-Fi訊號強得好像 我們站在別人的Wilder旁邊 5GHz頻段本身已經很濕 所以大家很容易就會撞到Channel 就會令Wi-Fi干擾變得更加嚴重 令網速大幅下降 看這裏的6GHz頻段 就暫時沒有那麼多干擾了 現在就等我和它換到DECO BE-850 和它採進2.5GHz寬頻上網 咦 我發現主人房門後面快塵板 原來有插手可以放佈衛星 等我測試一下用了Wi-Fi7的DECO BE-850之後 上網的速度有沒有提升到 我們在客廳這個位置測試上網速度 新舊型號得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我們再在主人房的位置測量上網的速度 設置了衛星之後得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可以見到在Wi-Fi7和2.5GHz寬頻加成之下 網速比Wi-Fi6G有大幅的提升 DECO BE-850還有一個USB 3.0插頭 支援FTP Server、Media Server、Apple Time Machine和Zenberg Server 只要插一個USB drive上去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網絡硬碟 用來backup照片或4K影片 file都非常方便 現在我們就試用電腦經Wi-Fi插一個8GB影片上去 看看它的速度有多快 做完這些測試之後 相信大家都知道Wi-Fi7的威力了 可以用盡光纖寬頻做到全屋無死角無線光纖速度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大家了解Wi-Fi的新制式 看到這裏大家是不是都很想試試Wi-Fi7的極速上網體驗呢 只要在YouTube這條影片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TP-Link DECO BE-65有甚麼吸引你的地方 我們就會選一位搭得最好的朋友 送這套DECO BE-65給他 如果大家都想我幫你家裡測試用最新的Wi-Fi系統 改善上網體驗的話歡迎Inbox我們 等你們呀